宠物摄影小技巧,记录爱宠美好时光 吸猫、吸狗现已非常流行了,有了宠物后,小主人们总想记录下他们的喜怒哀乐,活蹦乱跳,或是甜美睡姿 但给宠物拍照可没那么简单哦,他们又好动,又不听话,难免很难抓拍 现分享九个实用的宠物摄影技巧,希望能给小主人们一些帮助 1. 使用自然光 尽可能使用自然光拍摄,闪光灯不仅容易造成红眼,还容易吓到宠物 所以选择明亮自然光线的环境,户外或是有明亮窗户的室内 2. 保证眼睛的锐利 3.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人像摄影往往把焦点放在眼睛上,宠物摄影也一样,宠物无邪天真的眼神透亮可爱,有时透露住顽皮,有时慵懒,只要捕捉到宠物们的微妙眼神,就会成就一张优秀的宠物摄影作品 所以,把焦点放到宠物的眼睛上,一是不要跑焦,二是可以使用前景深简化背景来突出,如果眼睛里还有适当反射的光线就更好了 3. 靠近它们,不要强迫它们摆什么pose,例如蹲下张开嘴巴看住你 选择一个让你的宠物感到舒适和放松的环境,主动地让相机跟随住它们 很好的一个方法是水平拍摄,我们知道宠物看我们时是从下网上,我们也会习惯性俯拍,如果换个角度,让相机和它们水平视线方向保持一致,以它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拍摄它们就会很特别 也可以趁它们趁它们趁它们趁在地板上,或躺在你的肚皮上的时候,沿着它们视线的方向进行拍摄 4. 展现它们的个性 如果你的宠物是一只懒猫,拍摄它打哈欠的样子,如果你的宠物活泼好动,那就多拍拍它擅长的运动时的样子,或是它经常顽皮搞的一些小把戏 展现与众不同的个性,是宠物摄影成功的关键 5. 特写 如果用长焦镜头拍摄,让宠物的面孔或身体占据整个画面,那将非常写真化了,还会透露出点人性 6. 吸引它们的注意力 拍摄动物很难的是让它们保持好的pose 不动,有一个小方法是在它们玩的过程中,喊它们的名字或是吹口哨,来吸引它们的注意力 这种方法不但能扑捉到它们惊奇的表情,还能捕捉它们警觉的姿态 7. 拍摄时间的选择 你如果你想要拍一张比较正实的宠物肖像,你可以在宠物有点困倦或是刚刚醒来的时候伺机行动 如果是一张有活力的宠物照片,就要在它们精力充沛的状态时拍摄,它们生病的时候显然并不适合拍照 8. 要有耐心 无论你的朋友多么兴奋,你都要保证足够的耐心来扑捉到它放松下来的瞬间 9. 实验 试试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以上是一些简单的宠物拍摄技巧,主人们可以试试哦,希望你们在与宠物相亲相爱的同时,能留下美好回忆,么么哒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